因为你知道你们需要谁一千米跑得最快 我们学校跑得都挺快的 你可以去操场看 谁一千米跑得最快 杨振军 同学这个操场谁一千米跑得最快 那应该是我的师兄杨振军 他最小成绩多少 两分二十七秒 一千米两分二十七 是的 你一千米最小成绩多少 两分二十七八秒吧 我不信 今天咱们找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杨生杨振军 他本科是湖南大学的高瑞平 但是高考也考了五百多分 是 后来是通过纯文化 考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研究生 他现在是文化生 对 所以说他现在是文化生 应该算是北体跑得又快 学习又比较好的一个人 这是跟北京体育大学一千米最快的两个同学跑一千米 看看这个专业和我这样的半吊子水平能差距多大 请你出来宝 今天这个一千米 看看他俩能跑多快 可就位 跑 这边的我也不知道 什么都没想到 我现在就在那边 你说什么是什么都没想到 你怎么看 我都没想到 我做事 我都没想到 我都没想到 今天真的是跑出来之后那种无力感 一跑出来就被拉开了 一千里跑完我最后成绩是三分十 这个两分四十 过两天还要去成功比赛 所以今天没有成功 包括今天能穿到这个非腾膊 感觉脚感怎么样 抓机率非常好 方法 非常清脆 你学习又好跑得又快 那你觉得运动局对你来说是什么 还有你从什么开始练 我是从就是17年高一那年 高一暑假那年开始练的 它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习惯了吧 就是天天训练 也很享受我们在套上跑步吹风的那种感觉吧 那你是为什么后来又想考到北体的研究生 有一句话叫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我觉得只有系统的学习这个方法与理论 我们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训练实践吧 就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成长 也是为了中国的田径实验做贡献 所以我和我的师弟就是想在这里 受到系统的这个学习和训练去 更好地为我们中国的一些年轻的运动员 就是做一些贡献 也是为了这个田径的实践做一些贡献吧 希望我们中国田径越来越好 希望你过两天球模比赛拿到好的成绩 尽力而为 加油加油